好来看这个杯子风暴 由亚洲塑胶杯大王之称的潘庆瑞 他拥有40亿身家 那么两年前跟太太闹翻了 爆发了经营权之争 在昨天他突袭接管了工厂 无预警的官场 有200多名的员工呢 今天被困在门外 这条生产线 本来每天生产14万个杯子 全部停摆 如果再不复工的话 下游店家将面临换杯子的危机 盯着大太阳守在厂房外 近百名瑞奇公司员工 望着工厂大门 只想赶快复工 一场经营权之争 已经让杯子工厂 整条生产线停摆 现在何时能上班都不知道 赶快复工 因为我们有200多个家庭 我们需要说我们需要工作 经营权是谁都是没有 因为我们是员工 但是进去上班 瑞奇公司的塑胶杯 一片可生产70万个 有两成在国内销售 在台市占率高达7成 每天要供给14万个杯子 现在正值夏天 首要一拉杯需求量大 一家店每天就要消耗掉上千个杯子 还有知名的星巴克 斯勒斌连锁饮料店都是主要客户 如果再停工 这些下游店家恐怕都要面临 无非可用的酒精 一划我就有权来整理公司 瑞奇的这个内部整顿 整顿刚才一些的员工 我已经跟他们也召见进来 我跟他们谈话 告诉说我们只要整顿也好 我们所有东西已清楚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出货 不担心后续影响 罗汇经营权的潘庆瑞 坚持先整顿公司内部再出货 让员工和厂商好无奈 现在他们只希望 瑞奇的经营权纠纷 能赶快尘埃落定 终于新闻简正峰陈昭谷 桃园采访报道